第二十八题 家勋在理化实验室探究某堂皇的全长和所受外力的关系 实验所测得的数据记录如下表所示 根据实验结果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说此堂皇全长和外力大小成正比 遵守虎克定律是错的 虎克定律是说 我们的生长量 我们的形变跟外力大小成正比 而不是全长跟外力大小成正比 这也是老师上课所强调的事情 所以选项A是错的 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实验的数据 我们的从6到了4 我们每增加两公克的外力 生长量增加1公分 这个生加两克重外力 外力增加1公分 两克重外力生长量增加1公分 可是这里再加了两克重外力 生长量却加了2公分 所以又表示它已经不再成正比了 超过弹性限度了 那么10没有超过弹性限度 12超过了弹性限度 那么弹性到底是多少 在这个数字里面我们看不出来 所以我们说C说弹性限度刚好是10克重 这个是错的 也因为我们不晓得弹性限度多少 可能是10或者10多一点点 这时候如果是11克重 那它也不会成正比 所以我们说当11克重的时候会有14公分 这个说法呢也是有问题是错的 那我们这边看到 我们外力每增加两克重呢 它的生长量就会增加1公分 那么如果我们减少4克重呢 就是我们不再施力了 它就会减少2公分 也就是8公分 不再施力的长路就是所谓的原长 所以我们从我们的表格处理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原长是8公分 所以选项B呢是对的 所以第28题我们说 根据实验结果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当弹簧不施加任何外力时 可推算此弹簧的原长等于8公分